Hello everybody,我是木木,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早安英文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听说读写的内容,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啦 你是要什么项目吗?大家好,我是Alan 我们今天呢,要讲一讲恋爱期间经常会用到的一些英文,对吧? 对,比如我最近有一个闺蜜 最近有一个闺蜜是吧? 我有一个闺蜜,她最近谈了一个高富帅的男朋友 哎呦,不得了 所以呢,她最近就很苦恼,她经常向我抱怨呢 有高富帅的男朋友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吗? 还要抱怨什么呢?她怎么说? 她说I am insecure 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没有安全感 安全感 I am insecure 好,这里有一个词叫做insecure 这个词,它的意思是 缺乏安全感的 首先这个secure,它的意思呢,就是安全的 对的,很安全 在前面加上一个in呢,就是否定,表示否定 你没有安全感的 secure,安全感 insecure,缺乏安全感的 这个词怎么拼? I am insecure C-U-R-E I am insec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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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m insecure I am insecure too 每段恋情都可能有结束的时候 有可能是你批别人 当然啦,也有可能是你被别人批 批,批,批,批 不会这么惨吧 遇到分手这种问题呢 下面的句型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好,木木老师走一个 很悲伤的一个句子 We decided to break up To be more precise He dumped me 我们决定分手了 更确切的是说 我被甩了 We decided to break up To be more precise He dumped me 好,明星来看一下这里面 一些不错的表达方式 第一个叫做break up break up 它的意思呢就是分手 在这里这个break 它作为名词的时候呢 它是破裂的意思 一段关系破裂 我们用break up 这里呢做动词 它是表示打碎 那么一段关系打碎了 也可以叫做break up 对,反正就是break up 反正就是坏掉了 对,是不好的 OK,看到另外一个词叫做precise precise 怎么拼写呢 P-R-E-C-I-S-E OK,注意到中音啊 不要说precise 中音在后面 叫做precise precise 它也是一个形容词 它的意思是 准确的 准确的 这里呢有一个非常实用的expression Not precisely 不一定 不一定 Not precisely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 还有一个超级棒的词 叫做dump d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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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body dump somebody 好,有一个 我讲一个有点 好恶心 好,不是物质真的恶心啊 take a dump take a dump 大家可以猜一下什么意思 take a dump 好,Alan你告诉他们吧 上 大号 很有画面感 dump 感觉量有点大 好了,不用再说细节了 好,我们继续下一个词组 dump trash dump trash trash是垃圾的意思 那么dump trash呢就是 倒垃圾 今天Alan和我们的Kirstie 木木老师聊的话题是男女关系 谈恋爱 吵架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对吧 是的 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我们都知道这个fall in love 是坠入爱和热恋的意思 那么吵架的英文又是什么呢 I had a falling out with my boyfriend 我不理我男朋友了 干嘛 何必呢 在这里呢 这个falling out的意思是冲突 或者说争吵 然后呢我要解释一下这个词组 fall out of love 就是从热恋当中走了出来 哎呀你看这个词好美啊 木木老师打断你一下 真美 这个love love 对吧 然后但是你 哎 已经关系破裂了就不美了 这个fall out of love 就是指关系破裂 从一段热恋当中走了出来 但是呢我们要慎用这个词组 我们不能直接说 I fall out with my boyfriend 这样是不对的 我们要说 I have a fall out with my boyfriend OK我把正确的方式 再来复述一次 I have a fall out with my boyfriend 这才是正确的方式 Ellen原来你有 boyfriend啊 今天我们学习了一些男女关系 相关的英文 非常简单 但是有极其的实用 现在我和木木老师 带大家一起来复习一遍 我们就说英文 不说中文 看你学会了吗 No.1 I am insecure 第一句 I am insecure No.2 We decided to break up to be more precise he dumped me No.2 We decided to break up to be more precise he dumped me No.3 No.3 I had a falling out with my boyfriend I had a falling out with my boyfriend 好了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 刚才的这几句英文 你到底听懂了吗 如果听懂的话 恭喜你 没听懂的话 再听 一遍 嘿嘿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 是一个为大家免费 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 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 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 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 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好啦 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是木木 我是Alon 她也叫Kirsty 咱们下期见 拜拜